Hello,大家好,我是亮哥,欢迎来到植物漫展室 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个睡帘的,冬季的养护 之前呢,我们这个屋顶上一共是种了八盆的这个睡帘 然后呢,这个两侧的大雨池呢,里面是各种了两盆 一共是四盆,是热带睡帘 然后呢,之前这个缸里面呢,种了也是四盆 但是是耐寒睡帘 那我们之前呢,全是用这个,哇呀,好重啊 这个水泥的盆去进行这个种植的 然后外面等于是套了个大缸,或者是套一个大雨池 这样套盆的进行种植 那现在呢,上海已经接近于10度了 那么对于睡帘来说呢,它的温度已经非常低了 大家一定要根据睡帘的这个大的这个类别 来进行这个适当的调整 那我们这个耐寒睡帘呢,还是可以放在户外的 包邮区放在户外,零度也是没事 因为它放的是在水面之下的 所以说,它只要这个,它的盆土不结冰就OK了 然后我们这样放好,回头给它注满水就可以了 它可以是正常在我们包邮区户外过冬的 那大家看到像这盆的这个耐寒睡帘 它的这个,这个根茎都长到外面去了 其实这个其实是可以把它剪下来 可以做一个分珠的繁殖 它这里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快晶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现在温度比较低了 大家就不要紧这个操作 我们可以在天气暖和了,它又开始恢复生机了之后 差不多是在五月份吧,进行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给它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 好,那这四盆呢,还顺便我们都放好了 然后呢,就给它放水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呢,我们这边为了鱼池稍微做一下清理 把水基本上全放完了 现在给它重新注入水 好,就这样让它慢慢放吧 好,那这边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四盆热带睡帘给它放在室内 我们的玻璃暖房 给它已经安顿好了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叶子之前是在那个大鱼池里面的 所以它这个叶子呢,比较长 那么就给它卷一下,给它这样弄在水里面 那不要这样放到外面,放到外面它这个叶子很容易干 反正它后期它自己也会调整一下 然后有一些已经这种已经开过的这个一些花梗 我们也可以给它剪掉 因为这个水体比较小比原来的小 而且现在新一只,它可能会烂的有点多 我们就及时给它清一点 否则这个水体会很快变坏 好,那这样我们热带睡帘就好了 那我们这边鱼池里面的这个耐寒睡帘也已经注水完成了 那么呢,我们冬天呢,就把它放在户外就可以了 正常零度以上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水比较深 它只要底下不结冰,就是OK的 但是热带睡帘尽量还是在15度以上 如果热带睡帘你能保持在20度以上 它还能不断地会开花 所以说呢,睡帘还是比较省心的 在冬天我们也不需要给它施肥 就是这样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等到我们包围区夏天到来的时候 它会持续地进行开花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